在过去的一年,人口问题成了很多人忧心忡忡的事情,全了有用,人口结构我们似乎从来没有面临到人口有可能减少的问题。 在整个2020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大概有1200万左右,这个数字说实话比过去几年已经减少了几百万。 因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出生人口大概都有个1500万,1600万,尤其是五六年之前开放了二胎政策之后,还有一个人口出生的小小的高峰。 然而,这两年的人口出生简直是断崖式下跌,这连带着整个2020年,我国的总人口增长大概只有几百万了。 甚至有人预测,可能2021年的这个出生人口数据会更难看。 一方面,出生人口有可能会低于1000万。 另一方面,由于每年死去的人口数字是比较稳定的,所以2021年有可能我们遭遇到近百年来第一次人口的总体减少。 即便2021年人口不减少,在未来几年,人口减少已成定局了。 当然,关于人口减少这个事,咱们旁边这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早就给我们做好先例了。 他们的人口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在萎缩状态。 所以,很多人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是以往我们跟大家聊过,人口问题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人口的减少,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咱们这么讲吧,如果一个国家都是年轻人,哪怕他人口大幅减少,问题也不大。 因为年轻人是当打之年,还在给这个国家做贡献,他们还会创造出很多价值。 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人口结构骤变,老龄化来袭。 那么即便这个国家的人口还在增加,那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事。 尤其是,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过,我们的80后是远远多于90后的,我们的90后是远远多于00后的,00后更是多于10后。 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比较就能看出来。 2022年,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多人数的高校毕业生。 到今年6月份,我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将超过1060万。 但是大家别忘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恐怕也就是50%多一点。 换句话讲,有一千多万人在2022年大学毕业,那么同样就还有一千万人,他们的同龄人没有机会上大学。 可是,2022年我们的新生人口有可能超过一千万吗? 很有可能超不过呀。 也就是说,我们简直是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新鲜血液是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今天的婴儿,20年后就是一个劳动率。 我们过往几十年能够经济迅猛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着近乎于无限的人口,而这样一个人口红绿,到今天看,恐怕已经慢慢消亡殆尽了。 所以啊,在2021年,我国出台了一个重大的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第三个孩子了。 甚至在很多地方,你今天想生第四个孩子也没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惩罚的措施了。 是的,到了2021年,我们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真的已经从限制转为开放了。 甚至有的地方,那已经开始鼓励了。 但是当然,很显然,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甭说生三胎啊,有很多年轻人,这个是既不愿意谈恋爱,也不愿意结婚,更不愿意生孩子。 三孩政策推出之后啊,跟五六年前的二孩政策推出之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响。 五六年之前,我们刚刚开始开放二孩政策的时候,那真是引起了一个小小的生育高峰。 有很多适龄的夫妇感觉到,确实一个孩子有点太孤单,太寂寞了。 既然国家给了这样的好政策,那赶快开始生二孩吧。 所以,真的就在那一两年,我们人口的增长有了一个小高峰。 以至于当时有很多继承专家还担心啊,说这个二孩政策开放之后,我国会不会一年多生个几千万人? 但是当然,这样美好的愿望根本没实现。 二孩政策开放之后,也就有一个小小的波峰而已。 马上,这不人口增长又出现低谷了吗? 而三孩政策放开之后,那简直是一点波澜都没引起啊。 当年还经常听说身边人谁谁准备生二孩了,今天到现在为止半年多时间了,我身边一个生三孩的人都没有。 我相信啊,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恐怕真正去享受这个三孩福利,生三孩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啊,各路经济学家现在也很着急,他们希望推出各种各样的政策,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 大家记得吧,三孩政策刚推出的时候,哎,协程网前创始人梁建章就非常高兴。 他甚至说,为了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应当每生一个孩子,国家奖励一百万人民币。 最近还有另外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也建议要加大力度奖励生孩子的年轻人,而且人家这次给的力度更大。 他说啊,考虑到95后00后一方面比较年轻,另一方面啊,没有这个多子多福的概念。 所以,指望多生三孩,那这个重任恐怕就得落到75后85后身上了。 所以,他建议国家要赶快出台奖励政策,趁这批人啊,还在适龄的生育年龄,还能生孩子的时候,赶快多生。 再过几年,很多七年后八年后吹吹老蚁,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啊。 所以他建议国家未来在十年之内,每年拿出两万亿人民币来奖励生孩子,争取在十年之内,我国能多出生超过五千万人口。 而且跟梁建章不一样啊,梁建章当年还只是喊喊口号,说每生一个孩子奖励一百万,这个钱从哪来啊,没有继续阐述。 而这位经济学家,人家说的很清楚啊,这个钱怎么来呢? 中央银行直接印钞,每年我们多印出两万亿人民币的现钞,发给这些生孩子的家长,作为一个巨大的奖励。 说实话,这位经济学家的良苦用心,我们倒是能够理解的。 真的,今天年轻人生孩子的压力巨大,如果不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的话,甭说指望大家生三孩儿, 而生孩子都是很困难的。 而且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个地方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有的地方直接说,你生三孩儿啊,从零岁到三岁,每个月给你一两千块钱的补助。 有的企业直接说,我企业员工谁生三孩儿,我直接给个五万十万的补助。 而且各级地方政府又调整了产假的规则。 很多地方不单加大了妇女同志的产假,还加长了男同志的产假。 就是为了让年轻的家长有更充足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 但是当然,这些政策没有这位经济学家这么激进。 一下子花两万亿,还是每年直接印出现钞来奖励生孩子的家长。 我觉得啊,这位经济学家的提议,是不是也受到了美国刺激经济的影响? 是的,过去这一整年啊,美国由于疫情的影响,经济太差。 所以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他的主要解决方案就是印钞。 短短一年之内,印出了几十万亿的美钞。 每个美国人发钱,每个美国中小企业发钱,用直接印钞来刺激经济。 那么这个做法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啊。 短时间之内,美国经济这个虚火确实是烧起来了。 美国房价在涨,美国股价在涨,美国的富豪阶层赚的是盆满钵满了。 美国人甚至骄傲的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如此疫情严重的状态之下,还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没几个啊? 美国算是一个。 但问题是啊,你靠印钞能印出一个长远之计吗? 今天美国普通老百姓抱怨最大的是什么? 由于你短时间内在经济体中注入了大量的美钞,而你的生产并没有增加,所以通货膨胀已经到来了。 10月份CPI指数6.2,11月份CPI指数6.8,12月份现在还没出啊,但预计会超过7%,美国的所有80后90后见到了40年来未见过的大通货膨胀,几乎所有物品价格都在上涨。 以至于很多美国底层老百姓抱怨,你还不如当时不发这1200美元,你发这个钱早就通过物价的上涨通通收回去了。 所以很显然,印钞它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我国一年的GDP啊,大概也就是100万亿人民币多一点。 可是GDP并不是老百姓直接拿到手中的收入啊。 而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我们每年多印超过2万亿的钞票投入到市场中,大家想想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虽然我们不会有美国那样的大通胀,但是可以预计物价上涨也是一定的了。 虽然我们很揪心于我们的人口问题,希望大家能生三孩,但是直接每年多印2万亿人民币,这个提议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其实解决人口问题,鼓励年轻人多生,发钱肯定有用,但是显然不能一味的发钱,我们还要做好很多的配套设施。 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2021年有哪两个方面有重大变化? 第一个方面就是房子问题啊。 整个2021年下半年,很多地方出现了房子的量价奇跌,而且学区房的概念慢慢被消解了。 很多城市在重新设计学区,就是为了防止很多人恶意炒作学区房。 为什么要把学区房的概念打压下来? 就是因为以往很多人不敢生孩子,就是因为买不起学区房啊。 生一个孩子,谁不希望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环境,可是你没有足够的钱买不到学区房,你就上不了好的学校。 这个教育的起点就不公平,这个问题我们从2021年开始要解决,未来一定会把它彻底解决掉的。 同样,2021年还有一个重大政策,那就是双减。 到了年底,我们看到很多以往的教育头部公司正在裁员。 像新东方就说,他们一下子就裁掉了6万个老师,光退费就退了超过200亿人民币。 对于从事教培行业的个体而言,过去这一年打击确实是非常沉重的。 有的人可能做了十几年的老师,一系之间失业了,他们的人生要重新规划了。 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光新东方一家公司,它的退费就超过200亿人民币。 那么整个教培行业的资金盘有多大呀? 上万亿人民币恐怕都是有的吧,这也难怪啊。 前几年有相关机构做了个调查,东北几大城市的中年家长他们说啊, 家庭中最重要的一笔支出呢,就是孩子的培训费用。 有的家庭呢,动辄一个月要花几千上万给孩子在外面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是啊,正是这些家长的辛劳付出,才构成了我们教培行业上万亿的资金规模。 而为什么我们要搞双减? 为什么我们宁愿看到可能上百万的教培行业人员要转型?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转型,年轻人就不敢生孩子啊。 是啊,你让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去一设想,我现在甭说生仨啊, 我生俩孩子,以后我家庭输入的80%要给他报培训班,我报得起吗? 我不报培训班,别人孩子学习成绩越来越高,我的孩子学习成绩越来越差,我忍受得了吗? 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把学区房这个重压卸下来, 另一方面要把教培这个重压卸下来, 让年轻人真正的感觉到压力减轻了,他们才敢生更多的孩子。 对于教培行业而言,这是一个阵痛,他们才没有发财的机会了, 但是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而言,这才是长远之计啊。 所以,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不是简单的发钱了事, 而是真正的想到年轻人身上的痛点, 他们的压力到底在哪里,把这些压力卸下来, 那么谁不想多几个孩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呢? 而且,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做法,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俄罗斯就把这个生孩子和退休挂肚, 这些年来很多人不是也在探讨我们有没有可能要延迟退休吗? 确实,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老年人领退休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所以很多人都在探讨延迟退休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了, 俄罗斯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俄罗斯特别规定啊, 一个妇女,你每多生一个孩子呢, 你就可以提早退休几年, 你生的孩子越多,你退休的年龄就可以越轻, 这是很符合逻辑的呀, 为什么? 以往我们就讲,我们的整个养老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那就是年轻人交钱,老年人退休领钱, 年轻人退休之前,每年缴纳社保费用, 等到退休之后呢,就可以从社保基金中领钱, 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 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 所以领钱的老人越来越多, 而交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我们为什么要开放三孩政策,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年轻人多一些, 让交钱的人多一些, 让我们整个体系能够正常运转, 所以俄罗斯这个政策就很有逻辑了, 这样鼓励生孩子的方法,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说实话,到了2022年, 很有可能真的在这一年, 由于出生人口太少, 我国会第一次出现人口萎缩的问题, 所以啊,鼓励生育, 那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 我们每个人都要退休, 我们每个人未来都需要年轻一代的赡养, 不论是对于家庭, 还是对于国家, 所以咱们真的是可以想一想,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能让大家多生孩子呢? 照理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